Tango for Health 2022的系列影片 我是芭芭啦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材料包里面 准备好我们今天要使用到的材料 会有三角纸砖茶色的 圆砖 FindMarkers 而笔材呢会使用到铅笔 黑色 棕色代真笔 白水样笔 亮彩笔 月光笔 准备好材料之后呢 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桌面 让大家在桌面呢 做个整理 我们在舒服放松的状态下来进行创作 接着呢 我们找到舒服的位置 找到一个舒服的坐姿 感觉一下你的身体在椅子上的重量 做几个深呼吸 调整一下自己 感觉自己呼吸平缓 感觉自己放松 自在 慢慢地吸气 慢慢地吐气 准备好以开放自在的心 来迎接这一次的创作 感受一下缠绕静心美好的魅力 感谢我们有机会 平安健康的 以不同的方式 用创作的方法来相聚 来相聚 那首先 我们在 Bimax上面找到 三角纸砖的位置 我们今天 使用铅笔 找到B C 两个标记柱 在三角纸砖的 三个边缘 都做上 B C B的标记 转动纸砖 做上B 标记 好 那做好标记之后呢 我们会将我们的 三角纸砖 以这样的方式做摆放 拿出我们的圆砖 作为待会按线的辅助 我们会看到 画面上靠左侧的 两个记号 待会我们会使用原砖做辅助 画出弧线 到下方靠右的记号 但是这里呢 然后再做辅助 然后再做辅助 我们会使用原砖做辅助 然后再做辅助 我们会使用原砖做辅助 画出弧线到同一个 位置上 好像有一个月牙的形状 那待会右侧的 两个记号我们也会用弧线 连接到下方靠左侧的标记处 但是这里呢 我们除了使用原砖的 边缘做辅助之外 我们也会使用到 桌音笔械的方式 来画按线 碰到了前面的按线区块 我们把笔抬高 好像从后面画 另外一条弧线也是 你会发现 我们的三角纸砖上面 会有两个交错的月牙的形状 找到我们的黑色 pn 笔 我们要用黑色的pn 笔 将刚刚的两个月牙 形状的暗线 再描绘一次 那在描绘的过程当中 如果线段比较长 大家可以分次来进行 顺着这个刚刚的铅笔的位置 描绘一下 将两个交叠的月牙 画出来 一样 我们会转动纸砖 并且桌音笔械 从后面画 做出了月牙的形状之后 我会持续的使用黑色的pn 笔 将月牙的内侧 用光环的方式 再框出一个小区块 顺着刚刚月牙的轮廓 我们加上一条 AURA光环 另外一侧也是顺着它的轮廓 底下的月牙 的区块 一样 会使用pn笔 然后AURA Join Behind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小技巧 会一直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作品 创作过程当中 接着我们拿出05号的棕色带针笔 我们要在刚刚我们使用pn笔描绘出来的空间里面 我们要做上 Quizzen Moon星月这个图样 首先会在这样的轮廓线上面画上半圆 弯弯的弧线来创造出半圆的空间 转动一下纸砖 沿着刚刚的轮廓线 以元素笔画的弧线做上半圆的形状 接着将这个半圆的空间 我们要填上颜色 重复这样的动作 填好颜色之后啊 我们会在每一个 填好颜色的半圆的外围 加上AURA光环 轻轻的慢慢的 那也有可能会遇到前面的AURA Join behind 用从后面画的方式来堆叠 和中间的空间 我们也以光环的方式 来去做填满 底下的另外一个向月牙形状的空间 也以显身状的星月 来去做图样 弯弯的弧线 做出半圆 发挥想象力 好像部分的星月被前面的图样给挡住了 填上颜色 填上颜色 用自己的速度 慢慢的 享受这些过程 做完 做完 中间的光环 我们已经完成 这两个区块的 Crisal Moon 接着在周围的区块 想要带领大家 一起来进行 说话 C 这一个图样的创作 我先用 PN 笔 先轻轻的 在 空间里面 随意的加几个小点 这个点的数量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斟酌 不用太多 因为我们的空间并没有很大 但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进行 做好上面的点之后 我们要来做 把每一个点的周围 我们都加上了光环 轻轻的下笔 每一个点都先加一个 Aura 顺着它 那再加第二层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顺便在画的过程当中 观察自己 有没有哪一个关节啊 哪一个肌肉啊 再放松一点 第三层 好像在画同心圆 每一个点点都往外 不停的增加更大的圆 那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圆跟圆越来越靠近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大大的Aura 将两个靠近的圆 将两个靠近的圆给包覆住 那我也会再加重一下这个比出的力道 重复的去 将这个最后一圆的Aura 让它变粗一点 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Cis 这个图样 其他的区块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 来进行Cis 的创作 好 完成好Cis 这个图样以后啊 我们来 找出我们的月光笔跟亮彩笔 今天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狂野 我好喜欢喔 好 那月光笔跟亮彩笔啊 它们的特色呢 就是墨水的关系 所以覆盖性很强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想要将这个 我想要将这个 刚刚的黑色的点 用刚刚手上的这个月光笔 将刚刚黑色的点做覆盖 我可以用清点的方式 让墨水呢 直接附着于刚刚的点的位置 用清点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用的方法是轻轻的将 笔尖 然后去碰触黑点的位置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是月光笔的效果 黄色月光笔的效果 我们来试试看亮彩笔 亮彩笔也可以 用清点的方法 那大家在画之前呢 也可以在一旁的纸上 或者是纸砖的背面 稍微让我们的笔 笔墨呢 顺畅一点 画个几笔 让它顺畅一点 我一样也是用清点的方式 哇哦 真的很亮耶 我的眼睛 好亮 自己做效果 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两个颜色 那我今天呢 想要用这个月光笔 跟亮彩笔去交错 来去填满这个剩余的空间 那我先来将其他的点做覆盖 那之后呢 我想要将用交错的方式来填满底下的 这个纸砖的原本颜色地方 我把它覆盖一下 哎就是填满填满颜色的意思 好那我会用画小圆的方法来使用亮彩笔 以墨水来带动墨水的方式 仔细的涂刷每一个空间 哦这闪亮亮的颜色看起来好舒服哦 好那我底下呢 另外的空间我想要用月光笔 好期待这个月光笔 这么闪亮的黄色 然后我也会转动一下纸砖 避免我的手去蹭到有涂颜色的地方 这个很亮的颜色好像在舞厅的感觉哦 我会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 轻轻的带一下刚刚的位置 让我的这个月光笔的墨水 多重叠堆叠个几次 让它更加的闪耀 大家也可以等这个月光笔涂刷过的地方啊 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啊 再轻轻的覆盖上第二层 会发现这个亮的 很亮很亮这个效果 直接需要挂太阳眼镜 晚上也不用开灯了 呀 好 闪亮亮的月光笔的效果 跟亮彩笔的效果 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接着呢 我要使用白水样笔 我要将刚刚一开始 星月Crisen Moon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小区块啊 弯弯的小区块 用白水样笔把它框起来 大家也可以稍带这个画面啊 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来进行 白水样笔的涂刷方式 跟刚刚月光笔亮彩笔是一样的 稍微画小圆 去涂抹在我们要的区块上 好的 那我们这一张三角纸砖呢 的涂样 已经完成咯 我们可以一个手臂的距离 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 然后呢 使用任何一个颜色的带针笔 可以签上自己的艺术家的签名 那我们也会发现啊 同样的纸砖 同样的暗线 同样的图样 重复的去创作啊 堆结出来的 排列组合堆结出来的效果 后摄图案啊 也会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后的礼物 那所有的作品在暗线的支持之下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而作品的呈现啊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 都是独一无二 无法去复制 也无法去比较的 所以好好地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之中 发现独一无二的礼物 那今天呢 这张作品的hashtag 会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大家也可以在完成作品之后 拍照上传标记今天的hashtag 到社群媒体 当然也可以透过我们指定的连结 上传作品 期待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